美国真的很会吹捧他 像最近印度不是有两艘航母 摆出双航母铜框 然后CNN就说 印度海军真的是一大成就 唯有美国海军能够办得到 等于说全世界第二强 就是印度海军 CNN跟海军新闻 都是这么说的 印度它的国防工业 常常是变国际上的 很大的一个笑话 它这两条航母 一条是辽宁舰的姐妹舰 人家辽宁舰更强 问题是辽宁舰回来经过大改装 但是到现在为止 解放军也没有把辽宁舰 当成一个作战航母 它是训练航母 那另外维特兰号 又是他自己七拼八臭 所谓的国产 国产 印度的无论基础建设 国防工业采购 国防军力的构成 那是全世界大杂会的 你大家看看印度界上 带着飞机就知道了 印度的航母加起来才4万吨 4万吨 它能担任一个航母的 我们嫌辽宁号8万吨都嫌小了 对不对 现在解放军都要做10万吨以上 这个4万吨的严格讲起来 我觉得它还比不上日本的初云号 初云号是准航母 对 初云号它可以起降F35B 对它可以随时起降 那它也可以做很多舰载机 那至少日本的造船工业 要比它强很多 对 那印度常常急救张 你看它一个高铁 吹了半天牛 结果第一天 开张的第一天就出问题 所以它的建军的过程 我们仔细看 印度买俄罗斯的东西买很多 美国的也买 这个欧洲国家的东西也买 东买西买 我们讲一个职业军人来讲 你买各种品牌 不同系统的武器系统 你的后勤负担就很大 其实我这个机种 买一个国家的产品 你像苏联的米格 米格它系统13 15 17 21 35 它都是同一个类型的东西 那有些零件可以互换 这个维修的技术 也可以保存 你今天一下美国货 一下俄国货 一下又是欧洲货 又是自己做 我不知道印度的国防预算 如何来支应这么多 后勤 就是维修补保 第二个 你的训练也是一样 你今天开惯了这种飞机 又换一个国家的 语言文字跟这个习惯 你像欧洲有的是左驾 有的是右驾 就不一样 对不对 你开车你今天 你不信你换一个左驾右驾看看 不出车货 不出车货才怪 所以印度这种杂臭的 为什么会被美国这样捧呢 对 我猜布林肯到中国大陆 谈不出什么东西来 没结果了 到时候能不能见到习近平 都是未定之天 对 他只有一夜情 第二天就可能要回去了 因为很简单 中国跟美国的这个大国博弈 对 那美国下了很多狠手 中国大陆已经不耐烦 是 从他的极端思维讲出来 我就不再顺你那一套了 嘴巴里面甜食蜜 背后插刀子 所以布林肯现在手上 能拿出来和解的条件 我看不多 所以美国现在就先打预防针 印度跟我很好 印度将来是南海里面 是我最大的助手 中国不是要一带一路 要到印度洋吗 那我给你拉到印度洋 这个最大的国家 印度它人口是很大 对 但是军力不大 军力不大 所以底气不大 现在勉勉强强凑凑出两条 四万吨的这个航母 也是在一个示威 那其实你叫美国的职业军人 看得起那两条航母 我深表怀疑 是啊 所以这个纯粹是一个外交 跟这个认知作战的一个作法 认知作战 在你家后院里面演一台戏 你看印度参加军演 有两条航母 你想想 中国大陆现在两条航母 第三条还没下水 准备了 航母都有一半时间 要回家喘气的 是啊 这个辽宁航已经回到码头里面 去维修了 它只能维持一条 那我就请问 印度这两条航母 你们都不维修的 你们都是无敌铁金刚 能够在印度 那印度洋里面保持两条航母巡逸 不可能 假定你有个四五条 你还可以维持两条在海上 两条在船屋里面 连美国都333法则 美国都333 有时候还是433 因为 越是老旧的船 它需要维修的时间就越长 所以美国为什么现在在 南海里面只能搞一个雷根 因为它没有东西来替换 都要维修补保 那印度你这两条 是不是这次军演完了 两个统统要进港 就没了 所以这个东西在我们讲说 你的战力维持不了多久 第二个 你看这个中国的企图 中国的企图并不希望它的航母在太平洋 跟美国的航母去决战 但是解放军做航母就是要维持 南海一带一路的航路畅通 它要维持航路畅通 它管它现在的航母不够 所以造岛造了那么多岛 岛上都有机场都有飞弹 配合我的航母一条 将来获得两条 就把这条海上师路 维护这个师路安全就没有问题 到那个时候 印度要出兵干扰的话 那你面对的可能是 中国大陆的两条航母 而且是现代化的航母 那不是你现在 辽宁号那些姊妹舰 自己改装的又不好 维德兰舰也是提拼啪臭的一个东西 你怎么对抗 所以美国你再吹嘘 在我们职业军人来看 这是一个泡泡 一个泡沫 这个根本产生不了作用 那中国大陆 未来只做这四条航母吗 当然不是 它后面一条一条的增加 那增加最起码 说我大陆东南沿海安全无语以外 我马上兼过的是南海 等到有了十几条的时候 那对不起 那跟美国可以对决了 对 所以它是有步骤的 也没有很夸张吹牛这样搞 他埋头苦干 是啊 反正中国大陆船坞多嘛 下脚是不是 你假定说 以印度这两条航母 中国大陆来几条055大区 动55就把你KO了 就K掉了吧 对啊 因为重点是 将军讲过一个观点 动55才强的 动55才是最强的 可以去打航母的啦 就像以前一式大战的 战斗舰的主力舰 作战舰 以前是靠炮出嘛 对 现在是靠飞弹多嘛 是 而且是反舰飞弹 根本两个还不见面 就把你干掉了 距止 距离很远 距离太远了 射程很远嘛 因此你航母的飞机 可能还没有办法 飞到大区的距离 它的飞弹已经到了 对 因为飞弹的航程 它不是one way tick 它是单程的 它没有回来的位置 它不需要回来 跟战斗机 轰炸机 去 回来 加起来 它的距离 半径只有一半 所以 拿大区去对付 它这个航母 那它可能航母 还够不到编的 就被干掉了 所以这个东西 我们就很现实嘛 对不对 飞弹就是两三千公里的 反舰飞弹 对 你飞机呢 这八百公里九百公里的半径 所以这个东西 你做给谁看呢 做给一般老百姓看 两条航母 好棒哦 对 真的是 骗得了大家 那是骗不了专业的 尤其看我们这个节目的人都知道 尤其是美国你也是专家 你怎么可能会被骗过去呢 但是他们就是 刻意的要吹捧印度嘛 那尤其来看到呢 维克兰特 曾经也被大家捕捉上 航母啊还有在练鱼家 他们真的很重视身心灵的发展 然后印度的海军发言人 他其实也吹哦 说哎呀 我们要加强印度洋 甚至更远的地区 海上投送的能力 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因为我们有双航母了 印度媒体也说 这是向中国大陆发出战略的讯号 然后意思就是说什么呢 他从马六甲海峽 到阿拉伯海 到波斯湾 这印度都可以怎么样 都有他的威者力量 但真的如此吗 将军刚才就说呢 你两艘航母 你真的都永远都在这边吗 不用回去 维修吗 然后印度的欧亚时报就说 印度就是要打造一支印太 无敌的海军 印度时报说 印度同时让两个航母战斗群 参加演练 向中国大陆发出战略的信号 伦敦智库的这个老师查尔兹 他说 印度双航母帅了 超过35的架的这些舰艇 舰载机 各式的军舰好棒啊 但是 你去看它里面舰载机 你是专家吗 还是你故意要糊弄大家呢 两艘航母上面直升机 被说万国博物馆 俄罗斯卡272831 然后英国的 还有印度产的 但还有美制的 但是就没有看到你自己 这个光辉舰载机 问题 他拿得出来还会不拿吗 问题就是说 光辉的战机 他成军的这个绩效在哪里 我们没看到 就是没有 就是飞机坐出来了 在这条船上能不能起来 又不知道 对哦 所以这个东西 他能秀的都秀出来了 所以没有东西能秀的 打瑜伽都秀给你看嘛 我觉得解放军应该 在辽宁号上练习打太极 打太极厉害啊 不是 这种印度很搞笑 我对印度的印象 我记得在马云九刚刚上任之前 我们有一个团跑到印度去访问 我们也见了他很多在野党 跟在朝的党的领袖 他们一开口就是 你们陈水扁答应了这个 这个那个那个 我说对啦 你我们是要 我们都是中小企业来投资的话 希望你们有活力发电厂 你有高速公路 你有港口 你有地铁 这些 这叫infrastructure 基础建设 因为我的工厂在这边生产了 要运输出去啊 他说你们来做 我说那就不是我们投资了 那你能不能比照大陆 对别的国家招商 什么三免五免 什么土地啊 电力啊 补贴啊 他说我们没有 你们自己 所以这个国家 你连招商的态度 都是这样的话 很高傲 你怎么招得到 招得到商 我在印度二十一天 天天碰停电 天天停电 天天碰停电 将军是去路后地方吗 在他首都 那个时候我们住印的五官 请我吃饭 讲好是礼拜三 对 礼拜二又打电话来了 他说帅将军啊 我改成礼拜四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的新房子啊 那个发电机还没装好 你什么房子要发电机 他说我们家经常断电啊 到时候吃饭吃了一般黑灯啊 那个要发电机 太久了 所以我到一家百货公司 买一条牛仔裤 从架上拿着裤子 走到楼下去结账 就停电三次 停电三次 就是这个电压很不稳定 满街都是他的肾牛 汽车要让他 满地的牛粪 这个国家贫富差距很大 不知道 我们结果到最后 印度南端去参加 他最大的半导体工厂 跟我去了还有薛香川 那个时候足科的主委 我说薛主委 我是看不懂半导体 你看怎么样 他说他的规模 想进足科都没有资格 这就是这么一个国家 这个当地的华侨也跟我讲 我说我给你买个水果 那个塑胶袋 装到四根五根香蕉 它就会拉断 这塑胶袋都这么不耐 对 他说我们没有塑胶 射出成型机 我们的钱都放到 国防工业去了 它的名声工业很不发达 印度唯一人 让人家称到的是制药 还有他个人 这个电脑的天才外销 是外销 国内用不上 国内环境还不 还没有 基础设施都还没有做好 所以你看大陆有海归派 台湾也有归国学人 印度没有 印度回去就是没工作了 不是没工作 他也读了博士了 因为他是四个阶层里面 第三层 第四层 建民 或者是这个婆罗门 你根本不是顶层的 没有前途 OK 升官人家升 你不能升 就跟大陆早期的 要红不要钻 对不对 现在他要钻不要红 你现在还在 搞这个 总性制度 所以他的人才很难 你看全世界 印度的CEO都很多 数学天才 电脑天才 在西康巴黎 他都是占主要 但是他回国没有 这国家 人家又把它看起来 什么将来不得了 什么东西 我看不出来 怎么看都看不出来 怎么看都看不出来 然后西方是 真的很爱吹这个印度 尤其是来看到印度 就说我有双航母 很棒 我们亚太地区第一名 但是将军 这个中国大陆 我们都知道 他已经迈入三航母时代 两艘已经都是完成了 大陆也没有在那里 搞所谓的双航母 那你看 你看双舰合并 辽宁舰跟山东舰 其实中国大陆也讲得很白 我们没有一定要搞双航母 为什么呢 辽宁跟山东 一个部署在大连 一个在海南 一个北一个南 一个要部署 一个要维修 而且两艘航母的 部署的周期 基本上是错开的 一个要练习 一个要维修 那你要硬把它 凑在一起干嘛呢 这问题就在这里 所以这个很务实的说法 我只有两条 一条要修 一条要转 一个要执行任务 何况还是训练任务 对不对 他都没有夸张说 我现在马上可以立即完成战备 都没有 没有必要吹这种东西 不要吹这个牛 所以这个东西 跟社会上做事业一样 你埋头苦干 跟那个一天到晚吹 两个是 下场是不一样 所以我对印度实在 没有办法给很高的评价 你要晓得印度 人口这么多 它里面的分裂的状况 很严重 西克族是跟他不一边的 谋似来回教徒 印度教的 那个最有名的那个产查区 那个叫 印度大基里那一块 跟他都不太来往的 所以印度要 如果说美国要对印度 搞起延迟革命也很容易 对 因为他们太多了 分裂 每一个帮 土帮 印度很多小土帮 不是完全真的统一了一个大国家 我曾经访问过一个王菲 他成立了800多年 他在我展示他的皇宫里面 还有万历时代的瓷器 那个大瓷器不是小的 站起来一人高的大瓷瓶 我说你哪来那么多 他说我们跟中国经商 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 中国大陆国庆日请他们去 他还是名列35之前 所以这个东西 这个国家 不值得这样吹捧 你要讲印度就算在发展军力 他也没办法越过喜马拉雅山 跟中国党打一仗 你下载中天新网APP了吗 我想和你分享一个 下载中天新网APP 很重要的理由 专家说美国要把台湾突克兰化 右大陆打台湾前置大陆发展 这些绿美不会告诉你 中天会 如果你不要战争要和平 你需要正确而且权威的国际资讯 和情绪分析 请立刻下载中天新网APP 和我们一起守护台湾 多一个下载 就多一个理由 中国人的国际 警察 不订阅 不订阅 上载